报导者时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和报导者合作的栏目 挖掘华人社会的故事 由陈美华、麦小田轮流主持 疫情下全球产业出现不同的消长 由中国金主主导的亚洲线上博弈产业 也出现大洗牌 博弈帝国从菲律宾转移到了迪拜 这是全球最高建筑迪拜哈利法塔的音乐喷泉 迪拜被称为沙漠中的奇迹城市 为什么中国金主会看上这里 这一波线上博弈浪潮又是怎么样暗潮汹涌 今天我们要请长期追踪线上博弈产业脉动的 报道者记者孔德莲来谈谈 德莲您好 你好大家好 德莲我们知道迪拜市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吸引了一波波华人来到这里淘金 从过去到现在 淘金热出现什么变化呢 在过去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其实我这边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讯息 那很多都是比如说住在当地的一些华人 不管是中国人或台湾人 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些发现跟观察 那主要就是说过去可能很多的中国人在那边经商 然后做贸易这些 那只是说这几个月来他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比较神秘的 比较谨慎的 然后比较年轻的一些中国的面孔 到了当地 那也不跟其他人交流 他们就是集体进出 那看在当地人的眼里就会觉得 很奇怪 然后想要问 对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子 是 而且他们一开口其实讲的是英文是吗 这些人其实在当地 比如说在我的受访者边说的就是 他们不跟其他人对话 所以他们自己可能是讲一些中国当地的省份的方言 或者是讲中文对话比较多 那么德连在你这一次的采访当中 我知道你接触到的一位最近才移居到迪拜的台湾人 为什么他会离开中国的线上博弈集团呢 那一路又从菲律宾来到迪拜发展 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好 那其实这位陈先生 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跟这个博弈结缘 因为他到了亚洲的很多国家 然后不然他也去澳洲 然后去打工或者是去工作 那他累积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游历的经验之后 就是他在澳洲的时候 他有取得了一个当地的博弈相关 就是赌场的工作人员的执照 那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看到菲律宾有这个博弈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这个线上博彩业才刚要蓬勃发展 那那个时候他就从澳洲 就是很快的就一个人去了玛尼拉 然后去那边就是进入了这个中国金主为主的线上博弈集团 后来也是因为精灌肺炎的影响嘛 那因为菲律宾当地的疫情非常严重 对每天有可能几百粒高的到几千粒 那他也担心说这样子的这个疫情会影响到他 那他很快的就买机票 然后其实透过一些求职的过程之中 他就到了这个Device 那到了Device 其实他本来以为这个自己跟博弈产业没有关系 那只是没想到说他又很快的落入陷阱 因为他没想到就是他又回到了这个博弈行业 成为一个菜农 您提到这个菜农很有意思哦 它其实是博弈产业的一个术语 为什么要叫做菜农呢 其实是因为博弈中国那边的用语其实是博彩 那博彩其实他因很类似这个菠菜 那较久了菠彩菠彩就变菠菜 那在里面这些从业者就是统称为菠菜菜农这样子 是 德林你刚刚提到这位陈先生 他其实本身曾经在菲律宾担任菜农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知道菲律宾其实是亚洲线上博弈唯一的合法国家 为什么去年开始会出现大量的出走潮 那其实是我在1819年的时候有去菲律宾采访 那在我们待的那个期间 其实我们去比如说马来达很多的地方去看 你会发现就是当地是一群一群的中国人 他们集体行动然后上下车然后住宿这样 就是神神秘秘的 那在这个产业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当地可能会有100万个中国人在那边工作 那这个是情况最好的时候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在菲律宾的这个线上博弈业突然的衰落 那我自己观察到的两个原因 一个当然就是疫情嘛 那就是说疫情导致很多本来这些海外的 比如说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或是马来西亚人 他们在菲律宾当地从事这个博业的工作的时候 本来这个疫情没有对他们有太多的影响 可是在去年的二三月之后 这个疫情变得很严峻 很多人就决定放弃了 他不要再冒着这个风险 有很多人就回国了 这是第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 中国政府他强力的去打击这样子的线上博弈业 其实在19年20年这两年期间 其实陆陆续续 中国的公安部门派出很多的人力 好像是进驻在马尼拉这边 对那我这边其实也常常收到一些资讯 就是可能有一些中国人在群组里面 说啊公安又要来抓人了 然后谁谁谁被逮了 或者是今天又发生什么命案了 那当这个公安的压力特别大 那又赶快的去把建商博弈集团去 等于就是去扫荡他们这样 相对的菲律宾政府在当地 他们也收窄了吗 对其实这个部分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我去接触了菲律宾当地的一些商家 然后或者是当地的民众 或是当地的上班族 还有当地的记者 那其实他们都讲到 这个博彩业对当地带来经济的一些好处是有的 可是他其实也更加具了当地的这个贫富不均 那还有这个博彩业 因为就算菲律宾是一个合法的地方 那他其实当中也掺杂了很多贿赂啊 暴力啊 色情啊 当地官员自己在看 其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社会治安问题 对所以在差不多去年年底的时候 菲律宾当地都会就有一个比较批判的声浪出来 对那要求政府能不能从这些产业 收取更多的税金 然后来帮助比如说疫苗的购买啦 或者是你提供一些低利率的贷款给企业 让企业不会被这个疫情击倒这样子 所以有一个新的这个税收的法案出来 那其实在今年年初也一直还在进行 那就是说针对这些外籍工作者他的年收入可能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他就必须要再缴额外的所得税 对那其实因为在菲律宾工作这些菜农们 他的薪水相对于当地的员工是比较高的 所以刚讲到这个法案其实也是多半是针对他们 对那不管是当地的社会或当地的政府 其实觉得有一点炮口一致就是朝向这个博弈业 那希望他们就是为社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随着各地疫情不断发烧 不少产业受到冲击 不过亚洲线上博弈产业仍旧相当活络 台湾警方查起到一起线上博弈集团的诈骗案 短短半年时间金流就将近人民币4600万元 我们来听这则新闻报道 刑事局破获一个跨国的诈骗集团 歹徒看准中国赌客在疫情期间 就没办法出门赌博 而线上博弈会更加热门 所以他们透过线上博弈的APP 让中国赌客是除职下注 但赌到最后赚的钱通通拿不回来 光这半年的金流就超过20亿台币 而这个诈骗集团总部设在菲律宾 会员数多达70万人 其中在台湾的95名闲伴 现在通通被警方逮捕移送法办 一名理性犯贤 也就是绰号民歌的男子 涉嫌以合法的资讯软体公司为幌子 一旦民众加入了会员之后 该集团成员又会以各种话术 要求会员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投注 德连那么就你的观察 过去三年来 线上博弈产业 它的运作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分工方式呢 最当初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很好奇 就是像我周遭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我的同学 他突然在一些社群平台上说 他有很好的待遇 比如说年薪百万 突然买了很好的车子这样子 后来一问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是去菲律宾做博弈这样子 那我们深度去问了这些人 以及去当地看产业的发展之后 就发现因为菲律宾是线上博弈合法 那当地也有发放牌照 那所以总部就会设在那边 由中国的金主出资 成立这些网站啊平台啊 然后去列取这些中国的赌客 请他们上来赌 那背后这些服务 比如说客服啊推广啊 或者是一些软体技术的这些专业 那其实就是台湾这边在负责 所以变成台湾是一个帮博弈 去代工的一个基地 德林你长期关注亚洲 线上博弈产业的发展动态 那么为什么中国金主 他们会看上迪拜 争先恐后地涌入迪拜 来发展线上博弈事业呢 这个在我的观察 以及跟受访者聊天的过程之中 他们有提到一件事情 迪拜他毕竟是一个国际的商务枢纽嘛 那当地本来就有差不多二三十万的 这个中国人在那边 那其实跟中国的关系 本来也就是不错 在这五年来 中国跟阿联酋这边 一直有一个这个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除了这个商务之外 其实一带一路关系的延长 我觉得或多或少也展现在 这一个合作上面 就是说这些中国的博弈的金主们 他们看准了当地 有一个很好的经济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他们开设公司 有一些比较方便的地方 像是自由区啦 或者是你不用 比如说当地的资本一定要占到多少 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原因 那再来也就是说 他们看准的是当地劳动法规 其实是完全偏向雇主 那这个对于这些中国管理阶层来说 其实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那在这两个要件之下 很多的博弈公司就是在菲律宾这边遭遇一些打击之后 就很快的移到迪拜去 那其实也带走了非常多的员工去那边 而且其实在这一波疫情底下 迪拜是全球第一个开放旅游的城市 这相对的也带来一些利益多对不对 是我的不少受访者们会告诉我说 他们在迪拜虽然公司前端有保证说 会帮他们申请工作签证 所以他可能是软体业或者是金融业相关的这个工作签证 可是到最后可能有人离开或者是逃离这个博弈公司之后 他们才发现就是他们拿的是观光签证 因为观光签证非常好申请 那在迪拜成为全球第一个疫情下开放的国家之后 那他们很快就去申请这些签证 那也让很多这些年轻的工作者 很快的进入到迪拜当地的博弈市场 那么这些博弈业者他如何招逼买马 他透过哪一些管道来吸引人才呢 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陷阱 近期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去菲律宾从事博弈业的台湾人 他在短期间内被转卖了三次 在这三次的过程之中 他被监禁 他可能被殴打 然后护照被扣这样 那为什么博弈的员工很容易落入这样的境地里面 那其实就跟他的招募方式有关系 那第一个就是说 在一些人力银行的招募讯息里面 他不会明讲他是博弈公司 对 他可能是资讯公司 软体公司 科技公司 或者甚至是金融公司 那你在面试的过程之中 他也不会很明确的跟你讲说 我其实是一个游戏业这样子 这样子的例子占了大多数 那就变成很多求职者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他很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里 而且他通常会寄出高薪 对 就是他薪水可能随便的起薪都七八万 那其实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说 就是觉得哇 这个薪水很有诱惑 对 那刚刚再补充一个部分 在仲介也其实就是这些猎头的部分 就是因为比如说像软体工程师对这个博弈产业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要靠他们架游戏的平台 调整游戏的内容 他们赚钱的一些工具 那他们薪资比较高 他们可能年薪一两百万 对于这个猎头来说 他们就会去跟一些博弈公司合作 然后去谈一些人才媒合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促成了很多的人去进入到这个产业 只是说这个猎头为了赚取这样子的一个抽拥好了 那他也不见得会把工作内容讲得非常清楚 对求职来说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 很难去避开这样 你采访的菜农里面 他们到了当地甚至发现说他开出来的条件 跟当初讲的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是 以刚刚那个陈米森为例子 陈先生他在线上面试的时候 对方跟他讲说 你可以来这边工作 有一个大的这个海景的套房可以住 然后我们提供你非常好的伙食 然后有公司的车去接送 你可以有一个不错的这个薪资条件这样 是 那只是他到了那边之后发现 他住在的是一个餐厅厕所旁边 0.5平的一个没有窗户的一个佣人房 落差这么大 对 他也被限制 比如说你一天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你可以离开公司 或者是你一进去你的护照就要被扣着 那对方的说法是可能要帮你申请签证 他需要一些时间 这个种种的条件都让他觉得就是说 哇 我飞进千辛万苦离开菲律宾 然后到了迪拜 却遇到这么惨的状况 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是一种监狱的形态 因为你的行动都受到监控了 是 他自己形容这是一个共产党式的管理 所以他觉得在那个等于是被关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他从来没有看过他所在的地区的外面的其他的景色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就被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后来他逃出来之后才发现 哇 其实迪拜这边是一个蛮美丽的城市 只是他在作为菜农的期间 他根本完全都没有机会看到 好像也有菜农发现说 到了当地以后 结果公司根本就不在城市里 是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 是 另外受访者他其实就有讲到说 他的公司在招聘的时候 或许讲到的是以迪拜为这个招聘的一个重点 那只是说后来他到了当地 是到了不同的酋长国 那可能距离迪拜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在沙漠里面 他可能是一个小的园区 或是一栋大楼里面 那你的生活起居基本上都在这栋大楼里 你也很难去就是享受 或是体会到这个迪拜的一些奢华的生活啊 或者是一些观光的景致啊 德莲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这些菜农已经早一步被这些中国金主给收割了 你会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对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次 我们看到本来很多在菲律宾的国益产业 因为当地是合法的嘛 它可能归属于诈骗类的类型比较少 可是到了迪拜 受访者都有讲说 他们发现当地有非常多做诈骗 也就是赌客你可能赢钱了 你拿不到钱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些本来中国赌客 他就是第一个被收割的人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像刚刚提到的这些菜农 他其实本身也是 那赚了这些钱 其实有些公司他不一定会发薪水 或是找方式去扣这些菜农的薪水 其实让他们收入又就是节节降低 那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应对的方式 所以里面就充满了一连串的黑吃黑的现象 一连串的剥削 其实我们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基本上大部分人民是信奉伊斯兰教 那伊斯兰教是严格的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 就你所知当地祭出什么样的重罚 来严惩赌博行为呢 那在这个查资料的过程之中 其实我们有发现 就是当地的刑法针对 就是不管你是在户外赌博啊 或者是你参与各种的赌博活动 他其实会处两年徒刑或2000迪拉姆 就是当地货币换算下来 大概是台币15000元罚款 如果被查到你有涉及 比如说经营其他的赌场 或者是在操纵这些赌局的话 你的这个行则可能会更高到10年的徒刑 这样子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行则重罚 中国金主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掩人耳目设立公司 怎么样满天过海 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大概看了十几 二十几则这个招聘广告 他们讲的都是 我们有当地的离岸金融牌照 或者是我们其实是单纯是科技技术业 那你来这边不用担心 我们是阿联酋的官方合作伙伴 那这些例子其实都让人家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好像可以放心 那他们又提供一个不错的薪资 那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之下 求职者我觉得很难去查证说 我到底要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事实上当地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我自己在跟这些受访者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讲到当地政府不太去管 这些参与线上博弈的人 也就是赌客 假设他们有想要赌的话 他们会用VPN就是跳板 跳出去当地的其他的伺服器 然后再用国外的伺服器连去那个网站 其实对想要赌的人来说 他们是有管道的 那这个其实当地政府也 我在查一些新闻或者是判决的时候 好像也很少有案例 除非你真的是在当地 比如说摆个什么钱啊 或者是赌具 你就当街这样赌起来 不然其实好像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被查获的行为 所以目前这个产业在当地还是安然无事 目前看起来是 那么从哪一些线索可以看得出来说 中国博弈公司转移到迪拜的趋势呢 有两个比如说官方发的讯息都 我觉得让我蛮震惊的 就是其实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国这边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都陆续有发布 就是他们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博弈公司 或者是诈骗 进驻到迪拜当地 那他们就是分别都提醒国人就是不要去从事这样的产业 不然你很容易去落入陷阱 这是一个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除了官方之外 我们去跟一些人力银行联系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发现就是阿典球当地的职缺 好像在这几年来突然就变多了 本来一年可能每个月平均才个位数 然后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已经成长到平均一个月有92个 那甚至高峰的时候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一个月可能有将近200个 在阿拉伯的这个工作的职缺在上面 是对 所以从人力资源平台 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一个成长趋势 对啊 然后再来的话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很多当地的华人社群上 多了很多这个换汇的这个讯息 他可能要把赚来的迪拉姆换成人民币 或换成台币 那他想办法要汇回国内 那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很多的招聘讯息 其实非常频繁的出现 对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进入那个社群里面 他可能就十则贴文里面 可能有四则五则 都是在这个真材的 对那平常在这个社群里面讨论的 可能是在阿典球的一些生活啦 或者是你的一些有什么需求啦 是 对那只是很快就被博业的这个真材 所掩盖的 他们的讲法就是说 假设今天你关在监狱里面 你没有人生自由 然后你一个月可以赚20万好了 对他们来说或许还过得去 那只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对比菲律宾或对比台湾 他的薪资可能慢慢的在往下落 可能就是过往可能有 7万8万9万10万 可是到当地一些基础的 薄园工作 他可能薪水就只剩下5万6万 那这跟迪拜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准比的话 他其实是落入了更下层的社会阶级里面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冒着这个很高的风险 然后领取更低的薪资 其实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是一个非常难受的 踏入陷阱的过程 没错 以迪拜的消费水平来看的话 这样的薪资其实并不算高收入 是因为当地人的收入可能就是在换算下来 就是可能在新来币12到15万之间都有 那这些博业员工的薪水可能就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甚至四分之一这样的水准 那因为你在当地租房子 比如说一个市区的亚房 他可能都要花你2万块3万块 然后你吃东西随便一餐可能要五六百块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些落差对这些菜农来说 其实就是他们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这个真彩条件上面 他可能写的是相对于菲律宾或台湾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薪资 那如果你在迪拜当地 你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高的消费水准 然后你又可能有一些在这方面 你可能不懂得省钱的话 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比较好的存钱机会 或者是这个掏金的梦想 其实根本就不会实现 而且听说迪拜当地的乞丐的收入 都比菜农来得好是吗 是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受访者告诉我的 他说他其实有看到在16年的时候 当地有一个新闻就有报道 就是说警方在抓这个乞丐的时候 发现有乞丐的日薪 大概就等于这个菜农的月薪 对然后这些专业乞丐 他可能一个月会赚到差不多新台币200多万 然后这个状况到19年 其实都陆续还在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受访者陈先生 他后来就抛金梦碎 他决定离开这个产业 对他其实是后来就很仓皇的逃跑了 因为毕竟他们护照被押 然后被这个高压的管制之下 那他当然就是想要逃离嘛 那其实最后是当地的警方介入 他才有办法把护照拿出来 然后顺利的离开这个博弈产业 是对不过他也是在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教训啦 就是他自己也讲到就是说经历了菲律宾跟迪拜这两次的博弈的经验之后 他不会想要再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了 没错 这个产业其实真的是处处充满的陷阱 而且就像他所说的 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式的一个经营形态 是就是管制也非常的高压 因为我们还是陆续续有收到一些影片是他们如何管教这些可能比较不听话的员工 是 可能有出拳脚啦 上手铐啦 然后或是殴打啦 或甚至是拿电极棒电泥呀 这些就是一直在耳闻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在发生 听起来完全是某种形式的集中营 太浓的这个集中营 是的真的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德莲跟我们分享线上博弈产业大洗牌 还有他幕后的故事 也谢谢您收听报导者时间 我们下次再会